富翁创造多元化收入的七个窍门,每一个人都能做到。 当我们谈论个人财务和财富积累时,一种关键的策略是多元化收入来源。 这种多样性不仅有助于降低财务风险,还能够为您提供更多的财务自由度和机会。 百万富翁往往懂得,财富的构建并不依赖于单一的收入途径,而是依赖于多个来源的文件管理和智慧选择。 在下面,我们将深入探讨七种重要的收入来源,分别是劳动收入、盈利收入、利息收入、股息收入、租金收入、资本收入和板涉收入。 这些不同的来源各有特点,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坚实的财务基础。 通过了解和利用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,您可以更好地规划您的财务未来,实现财务目标,甚至超越您的期望。 无论您是一个年轻的职场新人,一个企业家,还是一个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,了解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这些不同的收入来源,都将有助于提高您的财务意识和决策能力。 因此,请随我们一同深入研究这些收入来源,并探索如何在当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取得成功。 一、劳动收入。劳动收入是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,它是通过付出体力、脑力和时间来赚取的收入。 无论您是一名普通工人还是一名高管,您的工资都属于劳动收入的范畴。 尽管劳动收入是财务体系的基础,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。 对于许多人来说,工资是维持生活和满足日常需求的重要来源。 然而,仅仅依赖工资收入,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。 首先,工资收入可能受到税收的影响,税率可能相对较高。 这意味着您实际上只能拿到工资的一部分。 其次,如果您只有工资收入这一个来源,那么在面临失业或其他突发情况时,您可能会陷入财务困境。 因此,多元化您的收入来源,对于提高财务安全性非常重要。 二、盈利收入。 盈利收入是通过创业和经营生意来获得的收入。 这可以包括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,不论是零售还是批发,以及在实体店铺或在线平台上运营业务。 盈利收入的好处在于,您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并获得更大的灵活性。 创业和经营生意可以为您提供更多的控制权,您可以自主决定业务方向和增长策略。 此外,成功的企业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回报,而且可能会创造就业机会。 然而,盈利收入也伴随着风险,包括竞争激烈、市场波动和经营挑战。 三、利息收入。 利息收入是通过将资金借给他人,并从中获得利息来实现的。 这可以是存款在银行账户上,或者投资于债券等金融工具。 尽管利息收入通常被认为是相对低风险的,但利率通常较低。 然而,即使利率较低,利息收入仍然具有吸引力。 首先,它是一种被动的收入形式,一旦您的资金投入,您就可以获得利息,而不需要太多的主动管理。 其次,存款在银行账户上通常是安全的,受到政府保险的保护。 最后,它可以作为您整个投资组合的一部分,为您提供流动性。 四、股息收入。 股息收入是通过持有股票,并从中获得分红来实现的。 这使您成为公司的股东,并有机会分享公司的盈利。 对于那些购买优质股票的人来说,股息收入可能会超过利息收入,而且通常享有更低的税率。 持有股票的好处在于,您有机会分享公司的成功,并从公司的盈利中受益。 许多蓝筹股公司每年都会派发股息,只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。 此外,股息收入还可以帮助您分散投资风险,使您的投资组合更加多样化。 5.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是通过出租房地产或其他资产来获得的。 这可以是购买房产并将其出租,或者通过租赁商业或住宅物业来实现。 租金收入的好处在于,它可以为您提供持续的现金流。 房地产投资可以带来稳定的租金收入,特别是在高需求的地区。 租金可以帮助您支付抵押贷款,维护房产并获得利润。 此外,一些政府还提供税收优惠,以鼓励房地产投资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管理房地产和租户可能需要时间和精力。 6. 资本收入 资本收入是通过资产增值来实现的。 当您的资产如股票或房地产升值时,您可以在出售它们时获得资本收入。 这种收入通常享有较低的税率,并且是长期投资的一部分。 资本收入的增长可能需要较长时间,通常需要等待资产升值。 这就需要耐心和战略。 然而,一旦您的投资升值,您可以从中获得资本收入。 这可以用于实现财务目标,例如购买更大的房屋,退休或投资更多的资产。 7. 版税收入 版税收入是通过让他人使用您的创意、设计或技术来获得的收入。 这包括著作权、专利、品牌授权等。 版税收入通常需要原创性和知识产权。 如果您是作家、发明家或创意人士,您可以通过授权他人使用您的作品来获得版税收入。 例如,一本畅销书的作者可以获得来自书籍销售的版税。 同样,音乐家可以获得来自音乐流媒体平台播放的音乐的版税。 版税收入的好处在于,一旦您的作品被使用,您可以不断地从中获得收入,而不需要持续地工作。 以上是七种不同的收入来源,每种来源都有其优势和限制。 了解这些来源并多样化您的收入组合,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管理财务,实现财务目标,并增加财富积累的机会。 无论您的财务目标是提前退休,购买房产还是追求财务自由,了解并利用不同的收入来源,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。 喜欢这个视频吗?如果是的话,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,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,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。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,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,一起努力,一起成长。谢谢大家。